每年的三、四、五月是台北最文學的季節 這一次文記的主題我們設定叫做 從前到以後其實是一個對話的概念 所以會注意到其實多數的常識的講座都是對談 各位如果有看到的時候就知道 今年所有的對談都是新鮮組合 就是說從來沒有對談過的組合 所以就是我們也很高興請到兩位 真是沒有對談過的組合 他們一開始有點難以說談什麼東西 不過講應該沒有問題了 這一次文記的設定裡面 有一個最基本的就是我們需要有一個不同的差異處 譬如說可能是兩位講者是世代的不同 一個比較年長一個比較年幼 另外呢可能是文類的不同 也會同是小說創作 也會可能是詩人 另外可能是生理性別的不同 可能是男性或女性 這種這樣一個差距 這一次呢我們的這對組合 我們先歡迎童歪格東華老師 童歪格東華老師現在是生教於台北儀書大學 他本身從戲劇創作 當然童歪的文類還是來自於小說這一塊 那各位等一下可以看 外面現場書店有提供漆油的尤丹 他的著作西北語都會沒有銷售 他所主編的九歌的年度小說選 都會沒有銷售 另外一位我們歡迎 顏書教授老師 這是筆年書教授老師怪怪的 他現在任教於東華大學中文系 那這個主力的文類 應該是散文 外面有他的書籍 白馬走過天亮 我剛剛稍微翻臉一下 就是說有人說文藝市長其實很不景氣 銷售其實是很冷清的 可是我一看 西北語已經三刷 你這本已經四刷 這其實都很厲害 在這個時代裡面 可見讀者是存在 只是外面可能不知道說 這位文學看得很消極很悲觀 可是我看他們兩位的銷售 還有他們自己本身在 創作上不斷的發展跟努力 我想這應該是 應該被否定這個問題 那我們最後呢 會預留二十分鐘請各位提問 也準備了文藝市豐富的贈品 歡迎各位在最後十分鐘QA時間 踴躍提問 因為蠻難得的 林佳老師特別從台中上來 就是一來一回事 花了很多時間 那我們是不是用 再次掌聲歡迎兩位 各位站場的老師 朋友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年長組的代表 今天也有先來開場 我猜想我可以擔任提問人的角色 讓遠道可來的楊老師可以多說一些 首先回想一下 我跟楊老師見面的過程 其實漫長的時間以來 如果記憶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見了三面 包括今天才內 第一次是非常多年以前 其實非常巧合 就是在這同一個地方 那個時候還有我們共同的朋友 黃建復先生 在場這樣 不知道這位朋友最近怎麼樣 這邊祝福他 希望他早日完成博士學位 這是第二個 第二次是 現在想起來是整整兩年前 那個時候我們去北京 參加一個在北京去辦的 那個兩岸青年文學論壇 對 楊老師也知道 對對 那 等於說就是一個包裹的概念 把台灣的那個 那個 青年台軍們 經濟打包 然後就送到北京去開會 那個時候我已經是 楊老師的讀者 我個人非常喜歡那個 那個白馬走過天亮 這個三文集 另外我也非常喜歡 他發表過的 我能夠找到的論文 在論文方面 我其實 完全同意黃建柱老師的看法 黃老師的形容比較急車 所以我這邊把它溫和的翻譯一下 對 我認為楊老師的論述 其實 已經超過整個世代的規模 這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學者 甚至已經不是這個時代這個範疇 可以規範的 那 顯然有自己的思索 但最重要的事情 是一如黃老師所說的 我們知道很多論文都很無聊 對不對 對 但那個楊老師的那個 論文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 裡面有一個非常熱絡的創作論 意思是說他其實是把這個當成 寫作這件事當成活體在觀察 活體 活深深的個體在觀察 那通常論述我也有一個主要的功能 就是希望將他細譜化 就是說 知道在歷史當中怎麼談 這件事 有些時候你知道 那個其實就是一種追證 好像在形容置你一樣 當然楊老師的論文 別出一個 我個人認為非常喜歡 他看了會讓我們覺得 我得寫作這件事情 他還有他活深深的一個動能 大概是這樣子 那 我是楊老師的那個 書迷 但是呢 我現在長得比較老 但是我個人非常害羞 這是真的 所以我不太好一直跟他講話 所以在那個 我也不太好一直牧師他 所以在那個 會整個期間相處上 我其實沒有 沒有跟他說過什麼話 最後要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坐飛機回來 從北京要飛回桃園中正機場 那 很不巧 很幸運的 就是我的座位剛好在楊老師旁邊 然後 經歷了你知道 你知道 慣性的這個漫長的那個 飛機引誤 然後 終於飛機終於飛出了北京上空的時候 我正要跟楊老師搭話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遇到了一個非常龐大的亂流 然後那個整個飛機就開始跳動 你知道嗎 好像周圓銷飛機這樣 然後你知道因為 離心力也因為體重落差的關係 那個我就覺得我一直往下沉 然後我轉頭一看 我旁邊的楊老師一直飛起來 一直飛起來 真的是一種生命的姿態 然後我轉頭一看 我就看到整個那個機場裡面 所有這些從台灣來的青年才俊 各自都在各自的座位上翻滾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文學史的事件 我就好想把它寫下來 然後 然後 終於終於終於落地了 終於終於 我真的鬆了一口氣 然後 我再看看楊老師 然後我就想 我心中有一個 一個抱歉 跟一個感觸 抱歉是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覺得說 對於我可能是楊老師生命中 最後一個看到的活人這件事 反倒有一種 生而為人 我很抱歉的感覺 真是不好意思 對 然後 也感觸是說 當我呼吸到空氣 然後就出了那個 那個機場的時候 然後我心中的感想就是 啊 活著真好 好 那這個感想 到我知道要跟楊老師第三次見面的時候 這個感想在最近幾天 又出現在我的腦中 就是我反覆的一個聲音跟我說 啊 活著真好 啊 活著真好 但這次主要不是因為楊老師的關係 是因為前幾天我家樓下失火了 就是 我住的社區 我住12樓 然後5樓的那個 那個套房 它就突然之間就 就 就 就自體燃燒 就 就失火了這樣子 那是禮拜二的早上 大概還不到7點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睡夢中 我住的是在楊老師的學校旁邊的一個大學生住的套房這樣子 一間一間很像那個蜂窩一樣 對 然後裡面住滿一隻一隻一隻非常孤獨的蜜蜂 然後在還不到7點的時候這些蜜蜂們都在睡覺 然後我就聽到 因為它那個是非常密集的建築 所以一棟大樓跟一棟大樓貼得非常近 我就聽到 隔壁的大樓 傳來叫喊 那叫喊 就是說 希望我們這棟大樓的人趕快出去趕快出去失火了 這樣子 然後馬上從窗上跳起來 我從窗外面一看 哇 好像那個敦煌壁畫一樣 就隔壁大樓的所有窗戶都掛滿了人 因為所有人都起來在呼喊我們這一邊的人叫我們趕快出來 就這樣的一種善意真的十分令人感動 對 然後我就立刻就 我那時候腦筋不太清醒 因為我真的剛從睡夢中進行 所以我就睡夢 然後我就打開那個12樓的門 整個走廊已經是白萌萌的看不到 就是你這樣手這樣伸出來 你看不到你的手 而且非常非常的臭 好 那當下沒有辦法做任何決定 我只能夠找到最近的那個逃生口 好 然後我就 走到那個逃生梯 我就開始握著那個門把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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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有光的所在 好 就這樣一圈一圈往下轉 好 那個時候我心裡想到說 哇 原來電影裡面講的都是真的 好 就是這個災難發生的 就是會這樣 而且非常整個情況非常的慌亂 都下到六七樓的時候 有一陣有一個期間我以為我會死掉 好 因為就是有一種稚奇的感覺 好 非常非常的無法呼吸這樣 然後 當然想說 沒有辦法 對 你還是想辦法 就 往下逃 就是 主要是因為這麼大一個人死在樓梯間 這個事情非常的久 所以我就繼續往下繞 這樣繞 大概到五樓 穿出五樓 那個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潛水過 我是沒有啦 但我太想潛水應該可能就是這樣 這個非常奇特的場景 就是你滴滴滴一直往下走 到了一個地方的時候 然後整個人探到底下 突然之間空氣就來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濃煙都是往上串 所以五樓以上已經整個都是濃煙密補了 在五樓以下的空氣是清潔的 那我呼吸到一個空氣 清潔想 啊我活過來了 那這個時候還剩下五樓的空間 我就非常快速跑下去 然後就跑到社區的大樓 還回頭一望 這才發現起火點 就是在五樓的正下方的房間 這個時候火還在噴 然後在我踩到一斗中庭的地面的時候 第一輛消防車 剛好是進我們社區的箱子裡 然後那個時候大概就七點左右 所以我就站在那個外面 因為無事可做 而且現在也被封鎖了 所以在外面我就看著那個 整個正在燃燒中的大樓 覺得有點按摩能住這樣 因為真的也做不了什麼 我就看著那個 網上看網上看 數到我的房間 然後想說哇 這一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脆弱 曾幾何時 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以為我會跟這個房間找躺鄉私手 好像燕老師的那個 《凡馬走過天亮》裡面的 某一些篇章也有寫到 像《戴蟲》這個篇章 還有其他的篇章都寫到 和這樣一個房間戀愛 然後你以為你會長期的保持著 這樣一種生活方式 就在裡面一個人看書啊 然後過著週夜顛倒的生活啊 嘗試寫作啊 以為不會再發展出什麼 太多難以預期的人際關係 比如說那個 銀行師的話是說 我以為我可能就不太需要朋友了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以為這樣一個 我一個人的風防 我自己認知的所謂的文學之夜 但你知道它不是太抽象的事 那就是你每天起來 用大多數的時間讀書練筆 讀書練筆 大概就這樣 我以為這個房間是永恆的 殊不知 它就這樣子脆弱 它隨時有可能變成 好像足以烤肉夾上的狀態 然後我就看著那個地方想說 我還有多少東西沒帶出來 然後我會看到多少時候 然後他們有可能會燒到一樓一樓 往上燒 就燒到我的房間了 那所以這一切 將來花了一個灰燼 我在想說 我希望他們不要太快自己燃燒起來 多給我一點機會 多給我一點時間 那 或者說再次再見到他們 所有這些書啊 所有這些 沒有帶走的東西的機會 等著等著 發現自己不能做什麼 這個時候我就看一下我自己的狀態 然後我的臉就一抹 然後我發現哇整個都黑了 這個時候我才發現 我其實已經變成報警天了 然後我就用我的手指 他用著鼻孔的牙這樣 拿起來哇整隻手都是黑的 就是這樣 整個人已經都非常浪費 可是你知道嗎 非常奇特的事情是 在我檢守了自己的狀況之後 我意外的發現 我把書包背好了 這個書包裡面裝著 我那天要去上課的時候 要講的書 然後更厲害的事情是 我往下一看發現 我連襪子都來得起穿好 這完全是無意識的 然後鞋子也都穿得好 意思是說 只要我把臉一洗 我整個人就非常適合 馬上站在講台上講課 那一刻 是我生命中最痛恨自己的那一刻 因為我覺得我假如被一個什麼 什麼秩序給制約了 就是說在 其實在那個生死關頭 我還是就準備好要去上課了這樣 他想說好吧 這一定是命運 所以呢 我就沒有辦法 我就那個走著走 我就走去地下室的停車場 把我的那個機車牽出來 我就往學校去了 在路上我就買了一把牙刷 就是那個旅行組的牙膏牙刷 然後我就到了研究室 我就覺得自己刷牙洗臉 整理一下 然後我就去上課 上那個 各位如果念過大學都知道 早上的課基本上很難全勤嘛 對 就上那個 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沒有來的課 然後 後來中午之後呢 因為就不想吃東西 我還在那個 很奇怪的正經裡面 而且還不知道那個火到底燒到哪裡 然後到下午 尤其上了一堂課 來的同學也只有一半 然後其中的一半一定睡著了 整個讓我有一種 哇 不知道該說什麼的感覺 然後上完這些課 忙完了所有的一切 我又回去研究室做了一下 然後我在想說 我的人生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這樣的一個時候 你還是被所有這些被規定要做的事情給牢牢的制約 都會怕就是空缺一堂 然後讓學生沒有上到課 可是其實你知道明顯的學生不會那麼在乎 就是這樣子 然後到那個 後來我就在研究室我就開始上網 因為我太想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就上網去查 然後就發現 原來是這樣的 就是我的住戶是一位27歲的某先生 某先生呢 早上晚上差不多七八點下班的時候呢 他就跑去打網咖了 那他隔天還要上班 我猜想了大概想說要打一下 那隔天當然就知道 你當你打一下去網咖的時候 你就不會一直打一下 所以他就打到了 打到了凌晨 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他就回到他的住處 那就洗了澡 然後就洗完澡就坐在沙發上吹頭髮 那吹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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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因為那個時候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吹風機 他太舒服了 所以這個人吹著吹著吹到一半 他居然就睡著了 那睡著之後 他就把他的收音機 吹風機 往旁邊座位上一放 還沒有關 然後他就睡著了 這樣吹風機在沙發上那個角落 就自己轉了一個小時多 然後沙發就被點燃了 他覺得熱熱的 他就起來說 哇 沙發失火了 他這個時候 他的第一個想法 非常正常 非常令人同情 他想要去拿走道上面的 外面走道上面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煤火器 謝謝 但是就在他打開門的那一瞬間 你知道因為空氣流通的關係 那個沙發就像爆竹一樣 就整個就燃燒起來 那大家如果遇到這種事要怎麼辦呢 我們這位某先生他就 我覺得 我最後想起來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你沒有遇過這個事 屬於非常大的震驚當中 所以心中的某一個理智是斷線的 所以某先生他就自己很好的 走走走走走走走去按了電梯 然後自己坐著電梯下去 所以在他整個火場裡面 他是唯一坐電梯討生的人 他下去了 他終於想起來要報警 所以他就報了警 從此他就在 同時他就在那個中庭大喊大叫的 然後因此才讓對面的人出來 掛在窗戶上幫忙 因此我們才得救 應該會有一段時間 張先生就站在我的隔壁不遠處 但因為那是個非常大 非常大的學生密集的地方 所以我不認識他 應該有一個時間 他也跟我一起 就望著他的房間 他的房間起火了 然後這個時候 張先生又做了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之後想起來 完全同情 你知道我決定去上課也就算了 因為我愛摸能住 但張先生看了以後就說 好吧你不能做什麼 所以他決定去上班了 他就 就這樣 徹夜未眠 然後就 就穿著那個 很好的衣服 他就也去上班了 一直到這個整個 火事控制住 然後社區的管理會 需要有人來說明這什麼情況 再打電話 幫他從他上班的現場請回來 然後我也在想 張先生決定離開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情 這件事讓我非常困惑 好 某個部分好像理解 但某個部分 我這幾天一直在想這件事 特別是 我發現我回不了家 所以我最近幾天都坐在旅館的時候 好 因為這整個東西 整個大樓需要收拾 我在想 張先生 我把他心想出來 某先生 某先生那個 這個 決定要如常去上班的時候 他帶了一個什麼樣的想法 就是我心中同情 他那一部分 我其實知道 他可能是整個人已經晃掉了 放空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去撿回原來的生活秩序 變成他唯一能夠 從見一遇的一件事 可是某一分我在想 他會不會 心中會 因為當時我們其實都不知道這個損害有多嚴重 或者是有沒有人會受傷非常嚴重 他可能會死掉 好 那麼這個應該要在現場說明 把虐殺造成 幫忙到最後的人 最後決定離開這個現場 他所背負的到底是什麼 另外一個 另外一件事我在想說 這會不會其實就是 我們 我們對所有這些人的動機 一個 太過 複雜的推想 其實有可能有這樣一種存在狀態 我的意思是這個 這個想像當中這是可能的 就是說 有這樣一個人 他其實對於任何任何的事情 他其實都沒有設想太多 好 因此呢 他做了他現在想要做的事情 他也立即做了一些決定 但對於這裡面 後面的後面的 所有所有的暗面 他可能其實真的 沒有設想太多 好 一這麼想的時候 突然讓我覺得這個人 是非常的難以令人理解 因為其實有一個可能 就是說 這世間 對這個世間造成最大的作用 所以有那些事情 它其實有可能都不是身世熟慮的結果 好 你知道人類的歷史是一個 一段漫長漫長的悼念跟遺忘的歷史嗎 好 在這裡面 我們其實是要的是一種 接近你本能的勇氣 意思是說 發生了發生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你還是要出帥的保存一個生活的意願 即便所有所有這一切帶給我們的 其實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未知 我們突然發現 在跟他人的互動關係當中 其實 他人帶給我的更多更多的是像這樣的 令我困惑的地方 他人的出帥帶給我困惑 他人的細心設想 當然也帶給我困惑 好 那也是 我自己 不知道 顏老師怎麼樣 顏老師也許等一下可以說一說 我自己在 這個 我也不知道該講到什麼 或者講一個人的馬拉松 好 就是這個寫作的這段期間裡面 我自己其實越來越沒有辦法放心去談 其實我自己幫你一起做個理解 因為我知道它其實都是一時的結論 好 那 以我 我 最近幾天的感知來說 我其實必須 得要非常誠實的說 這事件當中 有一件事情是我最不理解的 好 那個就是人的生命 那這包括他的 光明的那一面 跟他比較有愛的那一面 光明的那一面 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人 人可以在任何時候都激發自己 得到一種繼續生活下去的願力 那個意願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佩服 同時也讓我困惑 好 因愛的那一面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人可以在 也許幾乎是毫無設想 好 毫無想像 對他人毫無理解的情況下 就做下來的那種 他的效應接近有可能 會做做他人生命的事 不管是抽象的 還是具體的 好 他的初摔在這方面 或者這樣一種 種種相似形式的暴力 某一種時候 也讓我覺得敬畏 但是更多的其實都是困惑 好 所以 也許這是一個重新的歸零 當我看到這個 這個題目的時候 書寫生命的姿態的時候 然後 今天終於那個 生還回來 對 來到各位面前 其實這是我理應 進一個報導者的義務 就是告訴大家 我在這裡面體驗到的是什麼 我有沒有曾經一段時間 非常的接近 那我第一個存有者 好 那個我們叫做神的東西 但是也許我能夠跟各位說的 就是 我真的真的非常的困惑 好 好 但也許這其實是我繼續思考 或者是繼續去想 好 那所有這些寫作的一個可能的動力 好 那我猜想 這個我能夠說的大概 其實 我馬上再做結論 好 呵呵 就是這樣一連串的重新開始 就是 這次的這些關於一些多的努力 好 那 不知道言老師 對這件事情 好 有沒有看 怎麼想 好 謝謝 好 嗯 鍾翰 董老師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 重感冒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我今天聲音非常可怕 然後 然後我本來是想要戴口罩來這個 這個 這個會場 但是會顯得 就是好像某一種記者會 呵呵 呵呵 我朋友說 那你要不要把墨鏡也戴起來 就是 那 對 所以就是不好意思 那我今天是用一種 弄龍病毒的姿態來到這裡 沒有啦 沒有這麼誇張 那 嗯 就是 其實剛剛那 董老師收到了 我們見面的三次的回憶 其實我 我也是 其實我剛收到這個講座的邀請的時候 然後 他的地點是金石堂信義店 然後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地方在哪裡 那 那 因為 其實我在台北也住過很長段時間 然後 我那時候住的地方就在這附近 那 而且來 這個 這個書店我來過幾次 也就是講座 然後 但是其實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那 所以我一直以為 這個 我想像中的這個地方 應該是在 那個 那是哪裡 就是 101的附近吧 就是 那是什麼 陳品信義店的附近 所以 昨天 就是 就是 我這個有點慌了 就是我 前一天我才查了一下 目前 欸不就是這個地方嗎 那 就這種不確定感 我懷抱著一種不確定感 來到了這裡 然後 剛剛走了這個 書店的樓梯上來 然後我也想到 欸 上一次我在這個地方 見到的人 就是童老師 那 對啊 沒有錯 那時候跟我們的一個 共同的朋友 那 這位朋友 對 就是 祝福他 身體健康 萬事如一 那 那 那 可是呢 就是 嗯 其實 呃 今天我來到 來到這個路上 又一方面 我吃了一整個禮拜的感冒藥 所以我現在非常的昏沉 那 所以我關於書寫生命的姿態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我都對於書寫這件事情 可能我 無法非常理性 而且有邏輯的去談論它 但是關於生命的 某種 某種恍惚 我可能可以談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 剛剛 童老師談到了 關他家的火災 這個不幸的事件 這個 這個事件呢 其實 那我想到 我今天原本想要 呃 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呃 前一陣子我在讀的一本書 是那個 阿甘本的這本書 那個 呃 與歷史經驗的毀滅這本書 那這本書 事實上我只是 呃 翻了一些些而已 沒有把它全部的讀完 那 阿甘本事實上 不是一個 很容易進入的 做 的一個 一個 學者 但是呢 我覺得他裡面 提到了一個 呃 一個故事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講到一個小說家 叫做 帝克 他說這個帝克這個小說家 寫過一篇 寫過一篇小說 呃 的名字叫做 生活的奢侈 剛好 剛好就是 剛剛童老師談的那個 關於我們活著這件事情 那 生活奢侈這個小說 在說什麼呢 他說的是一個 一對情侶 這對情侶 呃 他們非常的貧窮 然後 呃 在他們走投無路之下呢 他們慢慢的 住到了 一個閣樓上面去 那 他們住到這個閣樓上面去呢 你知道這個世上的閣樓都是 在一個房子的最上面 然後他有樓梯可以上去嘛 然後他可能是一個三角形的 就是想像中很夢幻的地方 但是呢 蒂克的這個小說 你這個閣樓是布滿灰塵的 然後是個成舊的破舊的閣樓 他們住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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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他們 越來越貧窮 所以是他們生活中的 所有的一切可以交換的東西 都拿出去交換了之後 然後 有一天他們發現 這個閣樓非常昏暗 那他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裡面的這個 這個情侶裡面其中一個人 他就把閣樓的樓梯給砍掉了 他把它砍掉了 砍掉了之後在這個閣樓上生活 然後來換取這個房間的光明 這樣的一件事 然後我第一次在這本書裡面 讀到這個 他所引述的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故事非常吸引我 不只是因為它是一個 不幸的火災的故事 就是 我覺得它非常吸引我的地方是 其實我的童年其實我出 我的幼年 因為這本書叫做幼年與歷史 經驗的毀滅 我的幼年其實我出生在80年代的 南部的鄉小 然後 各位可能都知道80年代是台灣 可能最 最瘋狂的 不是最瘋狂嗎 這跟你說 如果各位知道那個北海岸一帶 有很多那種 飛碟式的建築 其實現在好像已經都拆掉了吧 就這種建築只會存在在 人對於未來有想像的 人有餘欲去想像一種未來的時代 它才可能出現 我們今天蓋一個房子 把它蓋得跟太空船一樣 我們今天蓋一個房子 把它蓋得跟飛碟物一樣 我就是出生在這樣的一個時代 坐在一條往宇宙飛行的 這樣的一艘船上面的時代 那個時候 對我而言 就是 我的母親常常把我放在閣樓上 因為我想她也是這個太空船上面 即將起飛的某一些人 然後她有她的工作要忙 但雖然她的工作非常的 非常的微小 就是從某一個地方買了一架裁縫機 把這個裁縫機放在我們家的二樓 在一個每天的午後在那邊踩踏的這個裁縫機 那是一個家庭級工廠的時代 那這個裁縫機的工廠的這個聲音 喀啦喀啦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 就好像是那個太空船要飛行之前的某種引擎 就是各個細部的零件開始慢慢的發出聲音的時候 然後 作為一個剛出生沒多久的一個小孩 也不是剛出生沒多久 就是一個幼年的時候的我 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在被放在這樣的 在某一個下午被放在一個 我家的某一個閣樓上面 然後 有人告訴你你必須要在這裡五歲 因為有一些奇怪的事在這個閣樓的外面要發生 那 所以其實這個五歲的時候 其實我聽著那個裁縫車的聲音 其實整個 我覺得因為我家的房子是非常古老的房子 那我常常覺得好像那個裁縫車的聲音喀啦喀啦 整個屋子的那種 屬於這個屋子在我出生之前完全不知道的 嗯 完全不知道的歷史 包括啊 我的祖母 我的真祖母 其實 其實這個 唐老師的這個西北語裡面 寫了非常多 像這樣的 一些 一些非常類似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稱之為經驗的東西 就是我可以感受到的是 在那種你對於這個世界的語言 你還沒有學習到任何一個中文字的時候 怎麼屋子的那種 他已經用另外一種形式來到你的身邊 他就好像你在一個搖籃裡面 而整個屋子的歷史圍繞著你的你的搖籃的周圍 看著你 那種感覺就像整座屋子的鬼 都與你同在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他們稱作為鬼 那是一種過去的時光被召喚回來的時刻 然後 從二樓到一樓 各位我住過那種南部的透天處 你就知道 二樓跟一樓 其實那個樓梯 會有一個 三角形的地帶 就是 二樓的樓梯走到一樓 然後會有一個 樓梯的結構就是這樣 然後它有一個三角形的地帶 然後我家的大部分的人的家裡面 這個三角形的地帶 都會用牆壁把它 用一種 不管是牆壁 或者是木板 把它給隔起來 然後留一個小小的窗 所以 很多的時候在 我在這棟房子裡面 慢慢長大的經驗裡 我有很多時刻都是 比方說半夜睡不著覺 因為小孩總是 沒有辦法在九點的時候 就乖乖的去睡覺 有些小孩可以 但我不是這種小孩 我是從小就一直 計畫著要立家出手的小孩 就是 所以其實在全家人都睡著了之後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那種 從下午響策的那個 裁縫車的聲音 一直都好像幻覺一樣 在我的耳邊 喀啦喀啦的響著 然後在半夜的時候 我經常想 是不是 是不是 媽媽沒有睡覺 她是不是偷偷起來 然後在樓下 在做這個白天的工作 我經常這樣幻想的這件事 然後我無法分辨這個聲音 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樣的時候 我就會在 所有人都睡著的時候 從我的床鋪起床 然後 偷偷的走到我這個二樓 往一樓的這個小小的三角形 坐在那裡往下面看 然後 然後 因為我是一個很早就近視了小孩子 所以其實我對於 我在 我的 對於這個 我視覺 常常 無法 無法 無法非常地信任我所看到的東西 我透過這個 這面小窗 往一樓的方向看 然後一樓 通常那個時候 只會頂一盞 一盞小小的黃色的燈 然後透過這個小窗 往那邊看的時候 我想看清楚那個裁縫車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暗影 那奇怪的是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 有人坐在那裡 但是有的時候卻不行 那 這樣的事情 事實上 在你做一個小孩的時候 你把這樣的事情 在南部的鄉野 告訴一些 年長二三十歲的大人 的時候 他們只會 他們會用兩種反應 一種反應就是 你一定是在做夢 第二個反應就是 他們會說 一定是誰誰誰回來看你 他們會非常理所當然的 用這種方式來告訴你 就比如說 我在很小的時候 曾經在我曾祖母過世之後 在我們家的 曾祖母住過那個房間 後來變成我的遊戲間 他總是點亮了一盞 黃色那種小小的燈泡 我在那個燈泡裡面 可以看到曾祖母在裡面 坐著搖椅 然後在那邊搖的過程 但是這或者你說 它是讓你幻想出來的嗎 或者是它是你一個夢的情境嗎 其實我 在我進入了學校 在文學的課堂上 讀到了這些 學習到了中文字怎麼寫 在那之前 那這些知識體系建構起來之前 所看到的這些事物 事實上是我無法用語言 去指稱的某一種經驗 那如果我們回到 阿甘本潭的這個 蒂克的這篇小售 蒂克認為這個樓梯 這對情侶他們在那個 遙遠的某一個他們逃亡的最後 所躲避的這個格樓上面 所燒毀的這座樓梯 他認為這座樓梯 事實上是經驗 是我們對於生活的經驗 我們唯有燒毀這些經驗 才能夠把它變成知識去照亮 照亮這個格樓上面的牆壁 那這事實上是柏拉圖喻言的洞穴喻言的一種 另外一種改寫 那其實對我而言 我常在想的是這幾年 關於寫作這件事情 其實曾經我也有過 跟童老師同樣的想法就是 這幾年我其實越來越不知道 該怎麼談關於寫作這件事 我覺得 我覺得我在2000年的時候 我是2000年年進大學的 就念大一 最近已經是17年前 然後 在那之前呢 我覺得我的世界一直維持著一種 很奇怪 很緩慢的速度在前進 然後到2000年也是如此 2000年的時候 我到東華去念中文系 然後 那個時候東華是一個 剛從甘蔗園長出來的學校 就是它是一個 一個其實它是一個 一個怎麼 就是裡面不是有兩個壺嗎 就是吳明義老師很愛說 他帶了學生去那個華壺 這個壺事實上 是後來 後來 我們在裡面 不是我們 就是那些人在裡面的 挖這些 挖這些地基 蓋出了 蓋出了學校 蓋出了一些所謂的 知識的殿堂 大學的這樣的一個東西的時候 所形成的一個 一個他自己的流域 事實上它是個人工湖 那 我到了2000年的時候 到這個地方去念大學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 世界的速度非常緩慢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 那時候是一個 90年代剛剛結束 而我是一個在 我是一個文學啟蒙非常 我不知道算是早還是晚 在我的同輩的作家裡面 我經常聽到 許多同輩的寫作者 說他們在高中 中學的時候就讀了 大量的 大量的 大量的東西 但是我一直覺得 我的 我的這些閱讀 或是什麼 非常 在那之前 事實上 都沒有完全沒有系統的 我從來沒有要用這些書籍 去建構一個 我個人的知識的系譜 或是一個系統 那真正開始 做這樣的事情 是在什麼時候 那個速度也是非常緩慢的 那是在大概2000年之後 來到了花蓮 那 這個學校是個非常奇怪的學校 我前陣子 前幾年 讀過一個從這個學校畢業的 某一個校友 好像是吳道順 他的一個散文 他寫說 這個 這個學校對他的言 好像是一個雲上的莊園 所以 所有的人好像是一個 我在裡面談論一些非常抽象的東西 跟外界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等到畢業之後 離開這個地方 他還知道 這個世界的所有的根基 原來是這樣子的雜根 在你圖裡面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 就是我 我剛到這個學校的時候 經常做一件 女藝術人士就是 我就是童老師剛剛說的那個 早八沒有辦法去上課的學生 所以現在 我第一次去 當老師之後 成為了早八 當拿到一個課表 發現我是早八的時候 就有一種報應的感覺 然後等到我 第一次在世新大學 我第一次兼課在那個學校 然後進到了學校 進到了 在早上八點鐘的時候 進到了課堂上 就有一個學生 坐在我的面前 然後學生還問我 老師要不要 把我的早餐分給你 他說他是 因為他家住在基隆 所以他要比其他更早來到學校 所以呢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在大學的時候 經常翹課的學生 然後這個 你們知道花蓮翹課 事實上是無處可去 他其實不像台北一樣 你的翹課 你可以幹嘛之類的 那 我這個翹課 就變得很有意思 我們那個學校的附近 有一座小火車站 那火車站非常的小 在我那個時候 只有 最大的那個車號 只有舉光號 坐這班 在上 翹了這個課之後 就去這個火車站 坐了隨便的一台火車 然後這個火車 有時候往南 有時候往北 他有時候會把我帶到一些 我不知道的站去 然後就在那個地方 坐了一個上午之後 再搭個原班火車回到學校來 那是一個非常無聊的 然後 那 這樣的 那個時間是非常緩慢的 而且我曾經幹過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就是 從花蓮坐過一班平快車 從下午 那班平快車從花蓮發出的時間 是 當晚的五點 然後 他會從花蓮一路往北邊 經過了 頭城啊 宜蘭啊 然後 七度啊 然後到了 台北 然後 到台北的時候是半夜十二點 這時候有一些那個 逛街的人 住在桃園一帶 逛街的女子 他們會上到這個車來 那你知道這個平快車廂是非常老舊的 非常舊 然後 他經過那個北迴的山洞的時候 甚至是會冒著煙的 就是 就是如果你把 你把那個窗戶打開 這個沒有 就是你到台北的時候 你這邊是黑的 就是事實上也是一個火災般的列車 然後 他到了台北 就是會有 半夜十二點的時候 會有一些 穿著非常光鮮亮麗的女子上來 然後 你在昏昏沉沉的睡了一陣子之後 到了 到了桃園 等等 你帶我 你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 他們就離開了 然後這個車子呢 他一路的往南 在整個午夜 他穿過了 他穿過了整個台灣的西部 越過了 越過了苗栗 越過了 越過了台中 越過了彰化 雲林 豆六 一帶 一直到天亮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是去訪問一個作家吧 在大學的時候 一個校刊的活動 我就訪問徐正平的樣子 然後 在台南 我就在台南下車 那個時候是冬天 整個台南 有那種冬天的 加南平原的特有的大霧 整個車站是被霧給瀰漫的 完全看不到人 然後我就在整個晚上 一直睡著 好像沒有睡著的情況 像下車 想說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 然後 我又非常的想睡 但是因為我跟這位作者 約的時間 在我早上十一點 所以我就 我就 還有很漫長的時間 才能夠抵達 所以我就在站前 麥當勞趴著睡覺 然後一覺醒來之後 你們知道這種冬天的大霧 通常他預告著 整個白天是一個非常晴朗的白日 然後等我醒來的時候 這個 整個麥當勞里面 充滿了光影 然後光亮的 甚至是有點溫暖 然後智考的 是這樣的情況 那是一個 一切的時間 非常憂緩的時候 可是這幾 不好意思 這幾年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在我的生命經過某一個階段之後 這種一個漫長的平快 然後 穿越一個 長長的平原 這種時刻已經 再也不復健了 我常在想 我是不是 我到底在那幾年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為什麼我今天在課堂上 然後在類似這樣的場合 說起這樣的經驗的時候 不覺得我好像是 那種民國初年兩起抄寫的 未來 民國未來記憶 那種 那種 活在一個 一個 遙遠遙遠的 前現代的感覺 明明那種兩千年的時候 對我而言 也曾經是那種 身手可觸的那種時代 那我常常在想 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是不是一個小小的地震 然後 這讓我想到的是 其實我在 離開了這個學校之後 離開了這個雲上的莊園之後 搬到了 搬到台北 就是正式搬到台北 那大概是我04年的時候的事情 然後 也許 也許真的是 04年開始的這一段小小的經歷 它就像是一個 嗯 各位可能可以想像 從蠟燭變成電燈 從火把變成 從已知用火變成火把 從火把變成 從蠟燭變成蠟燭 再從蠟燭變成電燈 這種 這種時刻的 這種小小的一種 切片的轉換 這轉換真的是那麼輕而易舉的嗎 那我覺得 其實對我來說 也許剛搬到了政大 就是剛到政大來念研究所 那段時間 住在木炸的 2004年的那段時間 對我而言 那樣的一個時刻 或許就是一個 一個秘密的 在我線上回想起來 其實 才知道 也許它正是一個 這樣的切換的時刻 因為 2004年那一年 我搬到台北來 然後我在台北事實際上是一個 沒有任何親人住在這裡的 然後即使有朋友 也不是會要求朋友 陪我去找房子 這樣的關係 然後所以呢 所以那時候 我就非常努力的 靠著我自己的力量 然後那不是一個 智慧型手機的時代 然後所有的 你要找的房間 都貼在路上的電線桿上 這是非常馬魁斯 那種事實 所有的號碼都貼在 沿路的一根一根的電線桿上 然後我就撕了這些電線桿上的電話 然後呢 就打了這個電話去問 請問這個房子在哪裡 然後 最後 這些房子實際上都很奇怪 而且我好像在其他場合講過這些房子 我不知道再講一次會不會很奇怪 就是有一些號碼連接到了一個房子 這個房子是什麼樣的房子呢 很有趣的是它剛好就是一個閣樓 然後在正大學校的對面 那一排一直都沒有被都根的房子 然後那個 有一個賣水果的老闆告訴我 就東東東會接我的電話 然後跑過來 然後跟我說他是房東 然後他帶我去看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就在 這個三四層樓的公寓的第一樓 他帶我從後面繞上去 剛好他也是一個閣樓 然後 閣樓都是三角形 閣樓大部分都是三角形 如果是平的話大概是平樓 架蓋 然後這個三角形的房子 然後他打開了第一個房間 就跟我說這個房間要租給我 那房間是一個 各位如果小時候看過了 哆啦A夢的話 哆啦A夢有一種道具 就是那個 從這邊走進去的人 你會慢慢變大 然後從這邊再走過來 你會慢慢變小 那個閣樓就是這樣的設計 就是那個房間 他長這個樣子 他最旁邊這一間 這個房間他打開 反正要進去 他是一個無法直 一進去你是無法直立的房間 因為他就在那個屋簷的最旁邊 然後你要走到房間的 再往裡面走幾步 你才可以把你的身體給停止 這是對我顯然是一個 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沒有想過在一個 我的房間裡 我需要切換 切換我的這種各式各樣的姿勢 然後來因應他 彷彿是這個房間在住著我 而不是我住著他 然後所以我就問這個先生 說這個房東說 請問有沒有其他的房子呢 他就帶我沿著這個三角形來到中間 然後你知道最中間這個房子是最貴的 因為他是唯一打開的房間 你是可以這樣子的地方 他說不過這個房間現在已經有人住了 後來我進了這個研究所之後 有一天跟我的碩士班的同學聊天 我問他住在什麼地方 然後他就說他就住在哪裡 然後我就說我見過那個房子 然後我問他是住在最旁邊那一間嗎 他說他本來是住在那一間 後來因為中間這裡有人搬走 所以他就慢慢的移動到了中間 就是有一種那個update的感覺 慢慢的到中間來 然後類似這樣子 就是這些號碼能夠打出去的 許多許多的奇奇怪怪的房子 那就是主帆不及被宅 總之我到了天黑的時候 我終於尋找到了一個房子 這個房子是一個在指南路 往指南山上寫坡上面的一個房間 然後這個房間就是埋在一個道路的下面 他雖然是在地裡上 他不是一個完全蓋在地面下的 但他屬於地形的起伏 所以事實上他是一個地下室的房子 我覺得這個地下室的房子 對我而言很奇怪的 也許這個房子對我而言 大概是蒂克所說的這個 把樓梯給砍掉的閣樓吧 因為剛搬進去這個房間的時候 從那年的九月不知道為什麼 台北開始下了巨大的暴雨 這個暴雨大概持續了兩個禮拜 所以我一直有一種 我好像搬進了馬康多的感覺 就是這個房子 這個城市從我一踏進它 從我下了那個童年客運的第一步開始 它就開始哗啦哗啦哗啦 那這個聲音又隨著我搬遷進去的這個房子 這個哗啦哗啦的聲音在我的周圍 不斷不斷地持續了兩周之久 然後等到兩周之後它終於停止了 然後我才終於跑出來看一下 因為外面的世界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在正道的時候 因為正道這個 我一直 真的意思 就是 我一直覺得這個學校是一個很陰的地方 就是 就是它的 它有一條那個 它有一條 就是 我們都知道那個 絲滑步道 大家都知道 很有名的這條步道 這條步道 蓋蓋沒多久 大家就在上面滑了很多角 因為 因為它是一個很潮濕的地方 如果各位黏著那個 那個 這個什麼東西 它有一條好像從那種黨校時期 就已經有的 風雨走廊吧 對就是風雨走廊 會叫做風雨走廊 它在旁邊沿著那種山壁 那整個山壁都是完全不滿青苔的 然後有一段 大概從傳播學院抵達文學院的那一段 是我覺得 非常 對我而言我覺得非常困難的地方 就是 我常常走到那一段的時候 你的身體必須要維持著90度 然後 走到一半之後 我就 全面性的放棄 我就要回家 然後 因此就敲掉了一些課 那 回到 可是我沒有地方可以去 最後我還是回到這個房子裡面 回到這個地下室的房間 那這個房間其實很有趣 就是 它雖然是一個在地底下的房間 那它的白天事實上是 沒有光亮 沒有沒有光的 你是無所可能都要開著燈 然後 可是它有個小小的窗戶 這個窗戶 常常在你打電腦的時候 比方說你面對著電腦 你在寫一些東西了 你寫著寫著的時候 忽然你回過頭 一個不經心的轉頭 你會發現到 欸 地上怎麼會有一灘水 然後等到你定睛一看 你就會發現那不是水 那是 那是 那是陽光 那是日軌 那是太陽 隨著它的角度的變換 突然經過了那扇窗 然後進到了 進到了你的地上 然後這個時間非常的短暫 大概五分鐘 十分鐘 十五分鐘 它就隨著日光的角度的偏移 它就不見了 然後整個房間突然又變回了它原本的 原本的黑暗 在這裡 我其實 嗯 我其實覺得就是 房間裡面的 這個房間其實對我而言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真的非常難以說明 而且我每次說出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有一種 好像在騙人的感覺 就有一種好像 好像 好像我是個瘋子的感覺 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 我有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在北一大讀創作所 然後我們是大學同學 然後我們都一起來到 同時來到這個城市 然後我們同時 在那個時候 並不太想去上課 然後他不想待在他的房間 所以他常常搭著漫長的捷運來到我家 然後跟我一起在這個房間裡面度過 就是度過了一段時間 然後這個 我們常會在這裡面聊一些事情 如果各位有看過一本書 這本書事實上是2014年的書 可是是我最近也是這位朋友推薦我 他有一天突然 很 很那個 就是 不是氣急半壞 要怎麼說 就是非常非常急的告訴我說 你有沒有看過那本書 然後你趕快去找來看一下 然後因為我這個人非常難在 我就說 喔好好 然後過幾天他問我說 你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我就說 我會去找來看 後來我就終於把它找來看 這本書事實上沒有什麼 可能在座各位覺得他沒有什麼大部分 他是村上村樹的書 他村上村樹2014年的沒有色彩的多奇作這本書 然後呢 這位朋友告訴我說 這本書是寫給我們的 就是一個很親密的文法 這本書不是別人 就是如果對別人而言 他會覺得村上村樹就是一個主義大利麵的家夥 他就是個聽爵士樂的家夥 然後他這個朋友告訴我說 你一定要趕快去看這本書 這本書 這本書是為我們而寫的 然後 後來我就真的把這本書就是找來看 然後 這本書真的 確實他從一開始 如果各位知道這本書 這本書寫的是 裡面的這個主角叫做多奇作 他在高中的時候有四個朋友 這四個朋友分別是四個顏色 他們的名字裡面有四個顏色 然後呢 這四個顏色呢 只有他一個人跟這些朋友在一起 但他是一個沒有這些顏色的人 他名字就是很無聊的 叫做多奇作這樣的一個名字 所以後來有一些朋友就說 多奇作你在高中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你是個透明的人 你是個沒有顏色的人 然後 這個多奇作 有一天他在上大學之後 有一個他故鄉的這四位非常要好的朋友 忽然告訴他說 忽然告訴他說 你不是我們的 你那個 告訴他說 以後不要再跟我們見面 我們不想跟你來往 然後多奇作非常莫名其妙的被這麼說 然後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被 跟他人絕交 然後 因此他帶了這個困惑 開始他的人生 在東京生活 然後成為一個 讀書 然後工作 成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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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火車站的人 設計車站的人 然後他的父親很小的時候就告訴他說 他 之所以把他取名叫做多奇作 叫做作 作這個名字 在日文叫做Zikuru Zikuru Zikuru這個字 Zikuru這個字 他說他當時在想 他漢字要把它叫做 創還是作呢 因為創這個字 跟作這個字 在日文裡面的漢字 都可以裡面做Zikuru 但是他後來想說 那人說創的話 好像有一種 驕傲 驕精的意味存在 那麼 不如 就讓他成為一個 就是 就取名叫做作吧 作有一種 單純的 製作的意味 所以多奇作帶著這個 叫做Zikuru的名字 他 他 過 然後但是他還是非常想知道他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被這四個朋友給斷腳 然後呢 我覺得這本書 各位可以自己去找來看 我不要爆了 就是 就是呢 這本書之所以對我而言 我讀的時候 那天晚上我就把這本書找來看之後 開始看 看了之後 我就想 開始出現了 讓我覺得害怕的地方 然後我就立刻告訴這位朋友說 我 就是 我知道你說恐怖在哪裡 然後 然後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這本書 他之所以恐怖的地方是在於 他所寫的 你們有讀過這樣的一種小說嗎 當你往下讀的時候 你越來越覺得 這個主角所經歷發生的事 都是你所曾經發生的事情 在 在 在 那位叫什麼 寫 像說百物 荊棘下宴 荊棘下宴在像說百物語 裡面曾經說過一個這樣的故事 一個 一個人在 莫名的 某一個 他要渡過一條河 然後那個河突然暴漲 所以他就被人找到了一個小屋去 這些小屋裡面聚集的人 都是一些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多過這條河 然後他們要等待這個暴風雨結束的人 然後這些人呢 在裡面因為太無聊了 所以他們在這個晚上 他們就開始說過 輪流說故事 然後這個 這個主角在這個屋子裡面 他們 他們他就聽著聽著 突然覺得 大家說的故事好奇怪 好像裡面都是他曾經發生過的事 而且是他曾經做過的一些 虧心事 一些壞事 然後這些事情 被用另外一種方式說出來 只是一些小小的改造 可是他漸漸的從 第一個人說了一個故事 第二個人說了一個故事 第三個人又說了一個故事 然後第四個人開始說這故事的時候 他非常 他突然生氣了 他知道 他就問這些人 你們到底是誰 你們為什麼說了這些故事 這些故事都是 就是你們為什麼知道這些事 那 我覺得都其作這本書 對我而言 或者是對我那位 那位友人而言 都具有同樣的意義 某一個晚上 這位 都其作睡著之後 這位友人 他突然醒過 突然在半夜中張開眼睛 他覺得有一個 黑色的影子在他的床邊 張望著他 因為這個經驗 其實對我而言 我覺得非常難以在這種 用一種很有說服力的方式 也許他比較適合用另外一種形式 也許是小說 或者是另外一種形式 這不斷的演化 有時候我覺得 我好像生活在一個螺旋狀的 旋轉的時間軸上面 這個軸並不是直線的 它也不是碎片 它是一個螺旋狀不斷前進的 每一個 每一個 如果各位做過類似這樣的 遊樂器材的話 大概 你坐在某個位置上 然後轉到了 旋轉過來 到了另外一面的時候 你會跟 坐在下一個位置的人 突然又照面了 可是這個照面的意義 跟你們最開始的時候 要出發的時候 那個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我覺得寫作的這件事情 大概對我而言 也許這個地下室的房間 我其實在灑文裡面 好像常常談到它 然後我一直覺得 其實我在裡面住的時間非常懂 大概只有兩年的時間 一開始的時候 我非常想要逃離這個房間 因為我覺得這個房間 對我而言太親密了 那種親密的感覺是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 這房間就是你自己 就是 就各位都知道 木柵是個很潮濕的地方 它的那個牆壁常常會 把房東要租給別人 就是先粉刷一遍 可是等到你進去 大概一個月 這個粉刷就開始 無效的脫落 然後 那開始有臂癌 不斷的 你就漸漸感覺到 牆壁上長出了一張臉 這兩房似是你的臉 然後 一開始 在經 就是經過了這樣的一段時間 其實我非常非常想搬離那 可是等到我要搬離 這個地方的那一個月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一種 好像要離開 母親的子宮的感覺 那這樣講非常的誇張 我知道 可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母親 並不是我 我的現實中的那一位母 那個真實的把我生下來的 而是關於寫作的某一種原初的 一種恐懼 或者是一種 一種黑暗的謀愁的東西 然後 那那個東西對我而言到底是什麼呢 我覺得散文事實上是一個 非常薄弱的文題 對我而言 對我而言 我覺得它是個非常薄弱的文題 或者是說 我覺得我在一開始寫作的時候 其實我從來都不是覺得我是在寫作散文 或者是小說 它是一種書寫 大概就是今天的題目 出寫神秘的姿態 它是一種書寫 然後我非常難以定義它什麼 當然每一個文類都有它各自的 記憶的體系的邏輯 這樣的東西在追尋著 可是 可是我覺得 我的最開始的那個出發點 到後來寫成了這樣的一本書的時候 被許多人說 它是想文 那 其實我並不 我其實不太知道它 它是因為有某部分的我嗎 那如果因為裡面有某部分的我 用我來指稱這些文類 這些文體的裡面的 來經營這些敘事的話 它可以被叫做散文 那 它要如何承載那個樓梯被燒毀之後的 那些大量的經驗 你唯有把這些樓梯被燒毀之後 你才能夠得到這個格樓上面的那些知識的體 所以 所以其實 我在讀彭老師的這個西北語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非常類似的感受 那彭老師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小說家 然後 他的小說其實我個人非常喜歡 就是 就是 在 在當代裡面我想 我想 黃景初老師常常 他建立了一個內向世代的戲圖 然後我記得他有一篇論文 把童老師的寫作放到內向世代的最下游 他說是最後一位內向世代的書寫者 然後各位大概知道內向世代往前推塑的話 大概可以到年輕的肉語君 可以到剛開始寫作的時候的邱妙景 可以到年輕時候的賴翔羽等等這些人 那 再更往前的話 也許七等生 郭松文 五合等等 這樣的一個戲 那 可是這個寫作 這個小說的寫作 事實上是個 很有趣的是 他有別於 一般的 一般的 書 一般的 我們今天所看的西方小說裡面的 常常一種敘事 敘事結構非常驚人 比如說我現在在大學裡面教創作課 我們能夠教的也往往都是技術 往往是 從技術慢慢的推進到了 到了某種 某種心 心這樣的東西 可是 可是我覺得他們這樣的一支流 流脈的一個書寫 裡面似乎有另外一種東西存在 這個東西是 它超越了小說的在技術的層面的另外一個東西 而來到了小說的 反過來 它就像是有一雙襪子 我們這樣子穿著它 剛剛童老師說 他逃生的時候 他穿著襪子這件事情 然後我很想 這個襪子是不是反著穿的 就是 對 我覺得內向好像是一個把襪子給翻過來穿的一種 一種 一種 一種書寫 所以我想 剛剛好像談太多了 對 所以 所以呢 也許 也許 這個問題 其實我對於寫作 或是書寫身邊的姿態這樣的東西 尤其剛剛 中漢老師說我們是跨文類的 那我不知道 彭老師對於 寫作 書寫的這種姿態 在你的小說裡面 有什麼樣的想法 對 謝謝 謝謝彭老師 好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彭老師剛剛講過 講到一件事情 他就是說 其實對他而言 散文其實是一個非常薄弱的問題 那我猜想 這其實牽涉到 散文這件事的 你知道 唯一一個非常重要的倫理上的要求 就是他必須要是真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問題 在倫理上所應該要確保的所謂的本真性 這在這個情況下 呃 楊老師 其實他的 呃 被 黃景初老師定義為 說請散文的 就這個部分 其實他本來就有一個問題上的局限 就是你知道 如果這是一個需要 人人本本去真戀自己的 真人實事發生過的經驗 而我們都知道這些經驗包括了 可能有的非常難以書寫的傷痛 好 過往的記憶 啊 不能夠重複的啟蒙經驗 因為你是一個人 你只會經歷過一次啟蒙 好 那 所有這些事 如果 散文他的 那個 所謂的剛剛 楊老師也說過的 他的所有技術 都在確保這樣一個文心上面的本真 就是我的心意要是真誠的 我的抒情要是真摯的 那麼他本來就是一個 沒有辦法多寫的文類 好 那麼按照學理上的說法 呃 呃 譬如像黃老師在 呃 研塑夏的 的 序理當中所寫到的 那個 其實散文在我們所認知的 這個現代文學系統裡面啊 可能 其實恰恰是最不自由的一種文類 好 因為散文的寫說紙很快就會意識到 它呢 其實被嚴格的限制在一個有限的方圍裡面 好 因為它不像小說有虛構的自由 好 也不像現代詩有相似於小說的自由 藉由虛擬的核心虛擬的情境 刺地展開的詞語之華 好 而散文的 而我也只介於小說和詩之間 好 因為它有嚴格的有限 有限性 所以呢 在台灣的文學場合裡面 散文作為一個獨立文類 被被看待 被處於這件事 我們其實都知道 從文學系統的角度來說 散文這個類別其實是非常勉強的 好 這大家都可以理解 就是說 這我太太太會是 楊老師所說的 呃 所謂散文非常薄 一方面它薄弱 因為它其實它的構造非常有限 因為它要求都是真的 另一方面 其實它又針練了 非常非常多的經驗 而再對反於此 其實 西方小說所展開的 其實是這樣一個 藉由虛構去保護 好 讓所有這些經驗 可以在另外一個語境當中 蓬勃生長 好 比方說我們都知道 杜斯托爾普斯基 欸我可以把他名字講那麼快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都知道杜斯托爾普斯基 他的每一部小說都很厚 好 而裡面有發生直接取之於他的自然性的細節的 裡面有他從書裡面讀來的 裡面有社會史的觀察 有經濟的觀察 有所有所有一切各個學科的觀察 那麼杜斯托爾普斯基 可以藉由虛構的這樣一個保護傘 將所有這些經驗通通駕接成是小說人物的經驗 於是小說傾向於外放 去徵求所有所有在世間當中所有個體的經驗 而通常在這個時候 小說的重組小說的回覆 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對於集體經驗的應答 好 因為他其實不是要去維護那個作者那個抒情的本心 那其實要是對作者提出一個一個命題 就是說在虛構的世界裡面 你的技術可以延展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這是一個可以保證這樣一個問題 相對的比較為堅強的一個保證 另外呢他也保證了一件事 就是他不會讓小說家永遠處於一個消耗自我經驗的狀況 所以換句話來說其實小說家本來就是一個紮實者 一個用我們的朋友洛宜君先生最喜歡說的話 就是一個暴使者 一個吃夢的人 他吞噬了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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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多讀人的經驗 而在一個暴亂的 重組成一個獨屬於這個小說才能夠辨真的小說的世界 當然其實從開放的一個對我看來非常龐大的議題 從空間到時間 這個空間從花東縱古啊 然後那個嘉南平原 然後台北盆地 一路向下 一路這樣包圍 就是差不多將全島的那個存在或不存在的空間全部都涵蓋完了 你知道如果這個要用小說處理 他基本上其實是非常多的長篇小說的 才能夠真正真正的將所有這些細節全部都融壓進來的 但散文其實正好相反 要求一個高度高度的真 像真六九一樣的真戀 他的每一滴都要非常圓存精粹 他的每一滴都應該獲得這個作者在倫理上面的文心的保證 這一切都是圓圓圓圓的情感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在這個情況下 散文其實相當不利於養成一個可以在自己的藝術的嘗試當中 茁壯成長的作者 因為他其實牽涉到的是經驗的處決 當然這樣 那那個從空間一路到時間 我們發現所有這些用語說明那個楊老師的經驗的 特別是求學時代的經驗的 所有這些存在或不存在的空間 他最後會再旋轉 會被轉成成一個那個所謂的那個時間上的意涵 就是楊老師剛剛說的這個螺旋狀的旋轉的時間軸 而這裡面一個最直接的 我們用語可以提出來的學識上的版本 其實就是阿剛本的剛剛老師提到的那個書 《又年的歷史經驗的毀滅》 這本書在講的其實是所謂的彌赛亞時間 有關於一個世界 它基本上它能夠交通給個體的啟蒙意義已經終結了之後 人們在一個彷彿廢墟一般的世界裡面 重新的鍛鍊自己 撿持撿對自己有意義的東西 然後從此重新的長成一個可以書寫的作者 這樣的一個命題 大家可以想像那個 如果有一天我們逃出了那個失火的現場 那站在那個中庭 然後這個時候有那麼一瞬間 就像波波式的秘密的奇蹟一樣 在大火最為炙烈的時候 時間被喊停了 這個時候你就看到 在你上方的幾公尺處 所有一切的東西 或者有帶著熱能 有著著火苗 然後它從一個窗口噴發出來 這裡面有數多的碎屑 有所有一切的樹葉 破碎的殘渣 然後它們現在一體被凍結在 那樣一個時間裡面 這個時候你彷彿或有一切 但是其實根本有一無所有 這個時候你必須要重新 在那個非常漫長的停滯期當中 實踐所有所有這些碎片 去重組出一個對自己有意義的 關於這個世界的說明 這個是這個所謂的 彌賽亞時間或彌賽亞經驗的一個 相對而言較為失意化的說明 總而言之 重新經驗 在重新經驗經驗的毀滅 很像落口鈴 最經驗的毀滅這件事情 重新以個人的方式去經驗過它一遍 然後從此成為自己帶給自己救贖的那個人 有些時候這是我們對作者非常奢侈的要求 而寫作在精神深處 它其實有一點像在對應像這樣的狀態 那林老師說到那個生活的恍惚 那這個在這樣一個所謂的彌賽亞經驗當中 它其實可以在論述上一體兩面的 呈現出兩種相反的意義 生活的恍惚 有一點是像所有這些意義上面的選擋 從今從這個時刻開始 一切對我們有作用的 所有所有一切事 都現在都被我們自主喊停了 它現在一地體的被封印在一個 非常特別的結界裡面 於是我們可以慢速挑選著 所有所有這些對我們有意義的那部分 重新練成我們自己 那大家可以在林老師散文當中的 居多的片段都看到像這樣一種 對於時間已經被懸葬出了的描述 像那個馬尾度諷擔 就是這樣的一個名作 那另外一部分 另外一個意義其實是意義的承接 那為什麼懸葬出所有這些生命經驗 是為了要重新的掏空自己 讓自己成為所有這些 我們認知的意義的懸葬者 所以我這邊要引述一下那個 葉老師的在臉書上面的文章 關於土星 土星將要離開我的第四宮 四宮的尾巴天蝎座 於是今年的生日 在葬禮中度過了 整個傍晚我們吹奏號角 圍著圓圈燒火紅蓮花 直到夜暗下來 周圍的景物推得很遠很遠 整個頌葬隊伍被霧完全掩蓋 大霧散去 我突不忽然就只剩下自己一個人 在這個暗黑的庭園上面 有時我感覺自己來到世界 只是一個空空的容器 承載世界 有時世界變成了海 就承載了我 好久沒有大哭 雖然我不清楚那是為了什麼 也許是時間 有人告訴我 土星是一個虛的實體 無法抵達也不能登陸 它的環帶比它本身來得更真實 有時我感覺 我來到自己來到這個世界 只是一個空空的容器 是為了要承載世界 但有時世界漫幻成海 它也就承載了我 在這樣一個停滯的時空當中 將我們獲得那樣的余裕 將所有的一切 對我們有效的過往的 全部都召回 而由我們自主去判斷 什麼東西是對我有意義的時候 某種時候 我們其實處於阿剛正所說的 這個彌陝亞事件當中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麼黃建樹老師 將這個彌陝亞今天 反寫成一個 關於所謂上庭事件的說明 那他說的就是 像這樣一個 在生命中彷彿多出來的恩寵 垃圾時間 上庭時間 就是足球賽踢完了 然後上庭要捕食 然後這個時候 如果比賽已經沒有 沒有任何的影響的話 你就會知道 那個就是垃圾時間 大家就把球踢過來 踢過去 那嘗試將這樣的時間 消耗完畢 意思是說 真正的時間進程 已經結束了 真正的經驗已經毀滅了 那麼是在這個商品時間 就這個捕食的時間 我們處於這樣一個狀態 我們處於一個本來應該已經結束的時態當中 但我們還在這裡努力的承載著 我們應該要承載的意義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我其實也是成長於80年代 雖然看起來像打過強人戰爭 但其實我的整個童年也是80年代 那就像袁老師剛剛說過的一樣 我在北海岸長大 所以在北海岸長大的意思就是 你有時候會長大之後 你會發現我會不會其實是一個外星人 因為我所看到的所有房子都長得非常的不正常 有的長成飛鐵 有的模擬盆栽 然後有的長得像香菇 就是你就會覺得說這個地方的人 沒有辦法好好的理性的建立一個好居住的房子嗎 但就是這樣 而且那裡的海很寬闊 那裡總是在下雨 那裡的天氣跟這個島上的所有的天氣都不一樣 那裡還有非常多的景區 有你所知道的也許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核電廠 那裡有各式各樣的各式各樣的災難 但是很多很多的災難 人們都學會非常無聲的 你知道非常慢速的去承接 我記得我在我去基隆念中學的時候 有很長又一整年 我們是沒有公車坐的 因為很簡單 因為山峰了 對 然後就是那個北海岸跟基隆之間的連外道路 那整個都摔進海裡了 所以他整個山壁就沒有路了 可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在我所認知的那個80年代 一切事情都很緩慢 包括這件事 如果你現在的那個新聞媒體的覆蓋率 你知道他每天報每天報每天報 那你大概就大概知道了 可是在我那個年代的所有大人都認為 這是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 那路就塌了 那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有一年我好像用攀岩一樣的方式 每天路過那個已經斷裂的 而且也沒有拉封鎖線 我現在想起來是 那我爸媽真的是 怎麼那麼放心讓我們這一對中學生 就自己想辦法爬過那個 摔到一半的山底 然後到了另一邊 然後想辦法自己到學校去 但是對我們而言 所有的這一切 不管再發生如何 壯業 壯大的事情 我覺得他們都有一種很天生的 我也不知道那個應該叫洗乾還是什麼 總之他們會覺得事情就這樣 不然怎麼辦 他們沒有要求 他們沒有悲傷 他們什麼都沒有 他們有一種非常非常堅強的 放空的意志 然後讓他們可以漫長的活在這樣一個 彷彿所有一切時間線索都已經失去作用的災區裡 那這個災區就是 它是個日常的災區 因為一些日常都危害它 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 那也像袁老師說過的 就是這些童年的生活的恍惚 我其實多少都可以明白一些些 包括這個經驗所帶給我的啟蒙 講到這裡我家 或者包括那個所謂的 你好是剛剛處理過的一種先於語言的輪亡 其實就是在非常早之前 當你獲得了語言能力 當你獲得了那樣一種能力 去重新定義 在這個我們仍然只認為生活的 這段時間裡面 我究竟曾經失去過什麼 你知道這就是所謂的受啟蒙的狀態 我們或多或少都處於這種 尼撒亞時光裡面 我們開始在清點 這個世界曾經對我造成什麼樣子的危害 或者我曾經沦絡過什麼 但是如果這邊一直往前推 會有一種狀態非常奇怪 就像袁老師剛剛嘗試 要為我們說明的 這非常重要 就是有一種輪亡是本質性的輪亡 因為它先於語言 就是在你學會清點之前 其實知道 或有生命這件事 它本身就已經是以輪亡作為前提 所獲得的生命的贈語 我把它講得太複雜了 所以我現在要回到一個 關於語言 關於童年經驗 我一定 我這件老師想起來的故事 那個楊宗翰老師已經聽過了 所以要麻煩大家再聽一遍 就是那個 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的文學期末 其實也非常非常的晚 主要是因為我租的地方 你知道北海岸嗎 然後所有房子都怪怪的 然後所有人都怪怪的 就是 就是非常的奇特 它有種很奇特的吸納力 每個人都像黑洞一樣 就是你走過去打它一拳 揍它 然後它也是很好的爬起來 爬不爬身體 然後它就走了 它不會生氣 它不會悲傷 它什麼都不會 好 那在這樣一個地方長大 因為小時候 我常常覺得非常無聊 這是真的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 巨大的空虛 其實因為沒有什麼事發生 當你的生活整個 具體的緩慢的像能劇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哇好無聊 那這個時候就想要看書 可是問題是家裡沒有書 好 就是 所以就只好看那個 那個姐姐帶回來的 她去外面買的雜誌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書 這是我最早的文學起謀 好 那 呃 這個文學 呃 姐姐呢 就是只帶我幾歲 啊 所以她帶回來的大部分都是 都是雙女雜誌 或者言情小說 那個年代有一個 有一個書籍叫做 西帶文蟲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啊 或者是有少女小說 叫做什麼 小說圖啊 農農啊 少女心啊 好 像這樣的少女小說 那是我最早最早的文學起謀 好 姐姐看一看看翻一翻 就把它放在自己的桌上 然後我就一簡來看 好 好 從這裡我發現了一個新田地 好 就大家看那個少女雜誌 她的封面都非常無辜嘛 好 可是都非常無害啊 對 但是你如果翻起來 像我這樣沒有自讀啊 你從第一個字讀到第二個字 你會發現裡面真的是是半潮汹流啊 好 那是一個講如何在這個世界上 努力生存的指南 所有這些女孩應該被告知的是 我第一次知道人的生活被分得這麼細索 怎麼穿 怎麼笑 記憶什麼樣的記憶 表達什麼樣的情感 情感什麼樣的情感 好 像這樣的 那我最喜歡看的是前面那幾個彩色的 彩色頁面 因為它通常會非常精簡的濃縮 像獅一樣的 濃縮一個非常龐大的經驗 我記得我到現在還 看已經過了三十年之久了 我還記得我走看過了一個在封面 前面的彩頁裡面的一個問卷調查 這個問卷調查的題目是說 少女性幻想的地點 的那個全民公投統計 就是少女最喜歡發生性愛的秘密場所 大調查 大概這樣喔 你看她的話題真的非常的超出十歲小孩的理解 那 其中的第一名我到現在都還記得了 因為實在是太難以想像了 就是少女最喜歡做愛的地方的 那個新幻想場景 第一名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第一名的答案是在樹上 樹在樹上 這三個字留存在我的記憶中三十年 在樹上 好的 好 所以我看完之後我就 我就好像看了什麼 有什麼不太知道的啟蒙經驗 所以我就把它好好的合著 把那個創意雜誌把它好好的放著 防護我從來沒有翻開過 那也不能跟我姐姐聊這件事 姐姐你知道在樹上 這三個字一般的文字是什麼意思嗎 好 那我就走出了門 那大家知道我住鄉下嗎 那大家知道鄉下很多樹嗎 然後我就在那個 我家的門口外面 我就看到那個 哇整個 整個森林 每棵樹都在風中搖曳著 好 那個時候我突然之間有一種 哇 你知道很非常盛大的感覺 我從那一天開始 我看世界的角度就不一樣了 好 這就是文學的力量 到非常非常久 非常非常久之後呢 然後 我讀了那個莫言的生死疲勞 莫言的生死疲勞 是一部其實不錯的小說 但就是寫得太長 但這不是重點 然後我看一下生死疲勞 然後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段落 他寫在那個文革的時代 那有一對愛人 他們想要親密 但是你是要在那個沒有秘密的地方 沒有地方躲 所以兩個人就先後爬上那個盛開的桃樹 非常大的像一把傘那樣的樹 兩個人就在樹牙之間就發生了關係 好 然後在坐著的時候 那個 樹就開始搖 好 就很像那個桃花雨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風一吹 整個大地上 那個桃花的這樣 紛紛紛紛紛紛紛的落下 非常非常地美 好 但是我看完之後 還是有種不服氣的感覺 好 我覺得有一個這樣 這種想像 上一大是在非常大的風險裡面 因為你知道樹狼 樹狼其實沒有任何的武裝 好 而當他在大便上處於一個非常虛弱的狀態 所以他三個月打一次變 大完之後他再非常非常緩慢的 非常非常緩慢的爬上去 掛在那個樹上 花了三個月 瞪著他前面的那種葉子 那是在這個世界上他唯一喜歡吃的葉子 而他非常難以消化 所以你才會三個月打一次變嗎 所以非常難以消化 他就等於看著他 然後花一個月的時間 非常非常漫長的灌上他 接近他 摘下他 再花一個月的時間 把那個葉子摘回自己的口中吃 再吃一個月 然後直到有了便利 就像這樣 那樹懶長期在這個情況下不動 所以他會有一種鵝 附著在他身上 那種鵝會分泌出非常 像青苔一樣的 綠色的保護膜 這是樹懶唯一的偽裝術 這偽裝術甚至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而是那些鵝 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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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裝在他身上 而在他漫長的不動的期間 他可以偽裝自己是樹的一部分 這是他唯一的武器 我們看到這樣 那這樣所有時候 這麼多奇葛的神物 他以一種非常困難的方式 活在這個世界上 那對於一個人類而言 他其實知道的所有這些事情 其實只是讓 也許有可能 讓我們這個彌撒亞時間 變成一個寫實時間 因為我們已經 可能都進入了這樣的一個商品時間 意思是說 所有的 許多更敏銳的心靈都想過了 也許人類的時間 其實應該早該結束了 譬如說在那個 非常炙熱的那個二十世紀裡面 你看人類發展出了 怎麼樣脫離地球的辦法 這在那個短短的一百年裡面 人類甚至發展出了 有一種東西叫做集中營 人類發展出了 各式各樣各式各樣 難以想像的 既輝煌又殘忍的東西 也許在那個 在那個時間點上 人類的時間已經結束了 而我們生來 我們只有這些晚到的 註定不能成為第一個人的人 我們所有這些晚到的 也許有的 就是這樣一個非常龐大的社場 也說不定 而我們的經驗 其實來自於他這個經驗 那是在這個情況下 他如果他成為一個寫作上的議題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新鮮的議題 不過我的體溫要把它集中一點 看顏老師對這個問題有沒有想法 就是說在 你剛才在你的小說裡面 在你的散文裡面 如同黃錦書老師說過的 他認為這個書請散文 不為多做這件事情 不曉得你現在有沒有新的看法 因為我覺得他現在 可能會是一個非常重的問題 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是一個 關於對於三文文類的基本想法 第二是 如果按照我們剛剛所說的那個思路 這樣子談下來的話 其實所有的 這個新的世代的寫作 他強烈的要求一件事 那就是對於抒情這件事的意志 會不會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知道 我們能從個人經驗當中 取得的東西太少了 而我們在這樣一個經驗 非常非常貧困的世界裡面 必須我們要重新找到的 是一種接近阿章本 在哲學篇證上面所說的 好 林老師說 他 基本上 他的整個有效的隱喻 其實是一個封閉的閣樓 但會不會其實 在寫作上 他要求的是經驗的共同 於是 他是在 要求一個倫理上的事 那我把它用我自己的話 來翻譯一下 就是說會不會未來的寫作 其實是要 這個寫作者 能夠找到一個搭橋 搭建樓梯的方式 讓他可以真正的抵達 另一個 與你自己封閉的閣樓 一般封閉的閣樓 然後在這邊 總體打開它之後 也許我們知道 所有人 所有一切人的經驗的貧乏 對我們而言 他是繁星一樣的聖明 也說不定 你知道 每一個漂浮的房間 每一個自轉的星球 就像各位 現在坐在這裡 我坐在這裡一樣 我們都是魔龍形式上的逃生者 就像我剛剛逃過火場 但是我們其實都不太知道 各自彼此 那個轉動的旋律 但寫作者也許具備了一個 一個道德、一個倫理 他是無論如何 虛構或者計時 找到那個 敲敲另外一個封閉房間的通道 就像用騙的也可以啊 你跟他說 吃火啦、吃火啦 這個時候他就會跑出來 大概是這樣 我問你有沒有太大 那我順便也請 袁老師幫我們做個結尾 謝謝 有種被攻擊的感覺 我以為已經結束了 剛剛童老師說 其實呢 兩年前我們在北京吧 那個時候 我記得那個 剛好 我那場的時候 我記得我提到 童老師的一篇 那個 童話故事裡面的 童話故事裡面有一篇 有一篇 童老師說 在他本書裡面寫 你沒有寫完的故事 對 其實我一直非常想要問 你 就是 沒有 現在不是反擊時間 等一下 這樣 隨便 裝急 就是 我一直很想要 知道 就是 那個故事 是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是我 在 各位看過那童話故事裡面 那篇 他是說 他是說 在一個偏僻的小村裡 這個小村裡面 沒有其他的 有一座小學 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就一個 對 然後 那個 有一天 有一個外地的老師 來到了這個小學 教書 然後這個小學 這個外地的老師 是個 這個整個村裡面 唯一的外地 有一天他就提了一個意見 就是他想要 帶這些學生 一起去戶外教學 是嗎 我好像把這個故事講得很糟 就是 戶外教學 然後 然後其他 大概很多的 這學生 就回去告訴我的家長 家長就同意了 那隔天 這個老師 就不知道從哪裡 開來了一個 破破的 車子 一個 在我想像的一個 這個娃娃車 然後 讓這個 整個學校的 這幾個學生 上去了 然後 剛好那天 有一個學生出了麻疹 是嗎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 參加這個旅程 然後於是他 他在村口看著 隔著這個玻璃 看著他的同學 跟這個老師 以及這輛車 然後開離了這個村子 然後 後來這輛車 再也沒有回來過 對 那他再也沒有回來過 然後我記得 這個 常常在裡面 問了一個問題 我就很有趣 這問題 後來常常問我 學生 他是問說 在一個經歷 如果是各位的話 在這樣的一個小說 你會覺得那個唯一 在這故事裡面 現存下來的小孩 他長大之後 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 這樣會 坐著在旁邊 感覺很危險 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然後 這個 他歷經了一個 你可以想像 這個村子裡面 我從六歲到十二歲 只有的人口 就只有那幾 那一些人 在那一瞬間 全部不見了 然後 他的友伴 他一起生活在 這個時間裡面的 這些朋友們 偷偷消失了 只剩下他一個人活下來 他理應遭受過 某一些暴力 某一些無形的暴力 某一些 某一些被剝奪的東西 某一些 甚至不能理解的 不能理解的失去 那這個人 在小說裡面 他應該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個問題我問過我的 創作課的學生們 然後學生們 很多人就說 就成為一個復仇者 趕快去天涯海角 把這個 把那台鄉行車給找出來 那 各位可能知道 童老師在這個小說裡面 那他說 這個 這個活下來的這個小孩 他最後在這個小說 成為了一個 看守這個村莊的 牧人的守牧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 我不知道 就是讀到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非常的 非常的優美 可以說是用優美還行嗎 就是 就是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經驗 因為我的老家在 一個靠山靠海的地方 其實 我念的學校的附近 常常在一個暑假過後 就會開學的第一天 校長在上面演那個講話 他就會說 某年某班的某個小朋友 他被海浪捲走了 所以 就是爸爸請大家講 或者是在暑假要開始的前一天 這個 這個 這個演講 這個交會的時候 校長就會 請大家不要去海邊玩 然後 其實我經常在想說 這個 充分就以前了 在中學 或者是更小的時候 你就常常在想 那些不見的人 那些消失的東西 那些在你生命裡面 好像被挖掉一塊的事物 比方說像 我記得有一年上 展榮課的時候 請同學們 來談那個巴特的 巴特的次典 請他們帶一個照片 然後 然後呢 有一個學生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大家帶他們的家庭生活照 然後一些 在 又年時候的照片 有一個同學就 我就問了這個同學說 那幫你們拍照是什麼 那是一個 現在已經荒廢的遊樂園 應該是雅各花園吧 就這種 八年代現在 那種 台灣廢墟研究 莫名加入這個都什麼 就是 這個 就是 他們常會去探險的地方 那個雅各花園 然後 有一家人 非常開心的 在這個照片前面笑著 然後 女兒是女兒的樣子 父親是父親的樣子 然後 這是一個家族劇場的節目 可是 然後 我 就是很好奇的 當他在解說這照片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那是誰幫你拍照 然後 這個學生就說 他想不起來了 他 也許是 路人吧 也許是 旁邊賣兵的人 或者等等之類的 那我 我經常在想 這些 照片 因為我 個人非常少回 回我南部的樓家 可是回去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翻一下那些照片 那些 好多家不知道 跑到什麼地方去的東西 然後 我經常在想 其實 就是在我的敘事裡面 如果我的人生是一個文本 就是一個小說的話 我是這個小說裡面 到至今還在發生 還在說謊的人 而那些 那些 那些不見的東西 那些 那些消失的 那些在這個照片裡面 進來一下下突然離開的人 有一些照片 甚至指稱不出來裡面的 某一些人 他到底是什麼 他們就像鬼魂一樣的 出現在那個閃光燈的 拍來一聲之後 他彷彿就從你的生命裡面不見 我想到這個問題 當然這個 跟彭老師的那個小說 真的 我不一定是個很好的答覆 就是 剛剛彭老師問我的這個 非常龐大的 第一個命題 就是關於書情散文 是否不宜多做一件事情 這是 我記得是錦座老師的看法 我覺得可能或許會回到 回到 確實是 確實是如此 因為 我最近常在思考一件事 尤其是 我們剛剛一直在談論一件事 就是八年代的那個速度 到九零年代 甚至到了兩千年之後 開始有高鐵之後 你再不可能搭十五個小時 十三個小時的停快車從花蓮到高雄 這樣的一件事 這件事情是一件 在現代看起來是非常可笑的事 而且已經也沒有這班車了 就是十三個小時 大家會飛到德國去 不會搭這個車到高雄去 這種緩慢的體驗已經不見了 然後 然後我們有的是什麼 是那個非常快速的 這災難一旦發生的時候 就迅速的將它畫一畫的過程 然後 這個畫一畫的過程 其實是個 我覺得是個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然後 這件事情也經常在讓我在自己 因為其實 我寫的那本書已經制定很長一段時間了 然後 這中間的時速呢 其實常常讓我覺得我 我好像活在一個很奇怪的一個光速裡 這個光速的速度是加速度的 就是你也許在2013年的時候 出這本書的時候 你可以理解 有一群人在讀你的散文 他們是修行散文的讀者 但是 但是好像至今其實才過了四年的時間而已 這個四年的時間 在我的大學從200年到2004年 也是四年的時間 但是對我而言 那是一個沒有時間性 好像木哥式的那種 那種時間感 但至今卻不是如此 就是 我經常 因為其實我最近把 我的手機的臉書給刪掉 因為我希望我可以打開電腦的時候 才看到這個程式 而不會再隨時都可以把它拿出來看 因為我會覺得 你的所有的一些 不管是情感或是消耗也好 任何的一個現身 在這個時代 似乎都變成了某一種表演 即使你不是一個自然的 你不是一個真心的演人 這個時代自然而然就會放到那個位置上 我記得我在04、05年吧 那時候還在唸碩士班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問過我的一些 一樣在學院裡研究 然後做論文的人 那時候我對於寫作 學術論文這件事情 有一種非常的挫敗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整個學院的體制 好像都在生產一種東西 那我就告訴我的朋友 這某一次的研討會之後 然後我們在一個咖啡館 我就問他說 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切好像都只是表演而已 就好像有人放個紙箱 然後你站上去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對啊沒錯沒錯 但是 他想了一下之後 他就問了我一個問題 他就說 那如果 如果不表演的話 那要做什麼 不表演的話要做什麼呢 這個問題到至今 我仍然無法回答他 就是 而且書寫這件事情 它的本質上 確實有一個曝現的 現身的這種過程 但是在現在當今這個時代 這條界線 這條邊界 已經變得非常的模糊 非常模糊 它甚至不是那一種 不是我在前一段談話裡面 談到的那一種 我不知道我的寫作是小說 或是這樣的這種誇解 不是喔 而是這個邊界的猶疑 是許多的 許多的機制 許多的他人 來幫你一起完成 幫你建構出來的 你可能從來都沒有想過 你要站到那個地方去 但是 那些 那些 那些東西 那些 那些目光 所以 所以我 我常常在想說 書寫桑裡面 常常在談的是 關於心這件事 但是在現在這個時代 心這個器官 他可以說是這個器官 這個器官 這個器官 這器官 雖乎已經 已經慢慢的 微弱了 然後 嗯 無取而代之的是 默默眼睛這個東西 眼睛這個東西 眼睛這個東西 那 嗯 就是 嗯 所以常常 我經常在想的是 閃文 那本書我蠻喜歡的 是那個 愛的不久事 對 他在最開頭的時候 提到了一句話 他說 如果生命裡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希望可以把這件事情 他希望他不要寫它 他可以把它帶進他的墳墓裡 我覺得這句 這件事情 這句話對我而言呢 我其實有很類似的想法 就是如果生 如果有一個東西 在現在這個時代裡面 有一個東西有製造出來 我覺得它是好的 這我也是非常珍貴的 也許我會希望把它放到一個 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就好像 好像 嗯 把它埋起來了 這樣的 這樣的事 而是 因為 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這個時代 似乎 大家對於珍惜寶貴的 那種書琴桑文裡面 那種 所謂的 心這種東西的重量 它 它除非是用一種非常撕裂的方式 展開它 否則 否則 它只能 它只能 它只能被埋藏在地下 變成 多年以後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 黃金或貓俠 之類的 之類的東西 對 所以 所以 這是我的想法 但是 但是作為一個書寫者 裡面 呃 它的現實 不寫作是不可能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這 變成是那種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書寫 或者是 我不知道彤老師的書寫 會不會也 會如此 這是卡布卡在他 在他 聽過那個小文學的系統 他提到了 他用 他 他 不能用德語寫作 他會用的是一種不純粹的德語寫作 然後 他的寫作是一種 不能 不能不寫 可是他又不能夠 不能夠 不能夠 不能夠不寫 但是 對 不能寫不能不寫 我覺得 我覺得當今的書寫者 或是當今的打文的寫作者 如果你還保有這一個 你的內心還有這個砝碼 在那邊堆疊著的話 可能會面臨到這件事 而這件事情 也許我 其實一直在思考 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形式來 來轉換 對 再結束了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那個經驗燒毀的 對不對 那個 有沒有可能把樓梯給連接起來 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或許 那童老師要回答比較好 只是 就是 其實我覺得在 童老師對於 請訴老師 把你的作品 視為是一種內向世代的 這個 這種 非常的 其實是 把小都反著看的一種 一種方式 這個方式是一個極度的 極度的 因為我們說 結構 其實事實上 它除了小說的敘事 在考論這個結構的時候 它有它內在的 對於這個東西的製作 可是它同時有個面向 對於這個部分 但那像世代在80年代 在90年代的時候 比方說 那個房東嶺的外邊那個作者 對 對 黃奇太太的東西 它是完全沒有在管 寫作者 讀者是誰 就是它的東西 看起來好像就是一卷壞掉的錄音帶 然後在那邊不斷的播放 所以 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 其實承接著我上面提到的 那個抒情三文的問題 我自己對這個事情的想法是 其實我對於這個樓梯是否要搭建 搭建到另外一個地方去這件事情 我個人是非常存疑的 因為我不知道會不會去到了巫婆的家 就是 我完全不小心去做的房間 這是一些對我非常害怕 我覺得非常害怕的事情 那我覺得做一個 也許童老師的寫作 尤其是西北語這樣的一本書 這樣的一個很綿長的 然後裡面的一個不斷的在往內形式 我想 或許有沒有一個 對你而言 向外的這個向度是重要的嗎 就簡單說就是 我好像被定義成是 草原上最後一隻斑馬 或者動物園最後一隻鹿鬼 對 那非常多年以前 我一代的說明 我對於 信箱子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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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詞的振作 那其實面對內向時代 我的心情是一樣的 怎麼說呢 呃 因為如果我有能的話 我有這個能力的話 我其實會願意宣稱這個 內向時代 它真的 果真能夠從 在我的這個書寫時間當中 真正獲得一個完整意義的總結 因為這個其實是 內向時代 所有作者的作品當中 在反覆的一個回升 但這是非常現代主義 用貝克特的話來說 就是封路的人嘛 你必須要完成一個作品 而這個 這個作品 完成了 在技術上面 完成了一個特定的密度 而這個密度是封鎖的 或者是總結了 前行一個世代 在戲谷上面相似的所有作品 那我當然希望這個內向時代 我真的是這位人 而且我已經把它終結了 那我就可以有獲得更新鮮的空氣 好像 我又回到那個 那個桃生梯 好像我終於穿出了那個 火在一起的雲霧的時候 我吸到那個空氣 這個時候我知道 我可以生存下來 那我可以 完成了演繹這個經驗 讓我成為 這個我所認知的 這個書寫宇宙當中的第一個人 好大概是這樣 再次謝謝兩位 可不可以鼓掌一下 各位 我因為這句話 有時候也是沒有說 那我必須很深刻理講 這是我聽過最 密度最高的一次對談 前面幾場當然就 像是蔡康就最高 各位看各位提做了非常多筆記 很可惜的時間 是有點這個 讓我們超過一點 不過沒關係 那我想可以的話 各位還是可以提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請教兩位老師 有什麼問題 請 我要請教嚴老師的是 就是像地下室房間這個議題或是經驗就是 像是在白馬走過天亮這本書裡面也重複出現到 然後剛剛也提到就是一個螺旋性的時間線性的關係 就是說這個經驗一定在你的生命中有一種 像是周康教老師說 沒感經驗的存在 那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經驗是 你在書寫的時候已經先書寫過塔了 你才在後來的時間裡面去指認出 當時候書寫出來之後 它對你的意義 而不是有意識的知道這個東西的意義而書寫進去的 就是後來才指認出它的意義 我覺得對確實你說的這個空間 其實它對我而言是 事實上是個 確實就是那個螺旋前進裡面的 某一個小小的中繼站 如果時間是旋轉的前進的話 在某一個角度或是某一個時刻的時候 我覺得我突然被懸進了那裡 而這個那裡 這個那裡在當時的某一些時刻 它具有一些當下的意義 但是這一兩年來 其實我已經離那個階段非常非常遙遠了 但是我還是經常的覺得我的內在裡面有某一個部分 是把那個地方帶著走的 那種經驗其實非常非常難談 而且它跟你的 這樣說好了 其實我住進去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經常跟我剛剛談到那位朋友 在裡面聊著許多的事情 那些事情事實上是 我們今天可能說起來是朋友間的閒聊 可是它常常聊著聊著它變成了一個很抽象的 很抽象的很抽象的東西 它會突然反過來 讓你指認出 在你更小的時候 你的幼眠或你曾經經過的某些事是什麼 這一切都是在那個地方 用一種像儀式一樣的方式發生的 在那個時候 我並沒有意識到這個房間對我有什麼意思 可是過了這幾年 我到了現在 這幾年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就是我的老家有一座山 這個山非常的矮 然後它其實這個沒有什麼的山 它叫駱駝山 它就是長著這樣子 其實世界上的山大部分都長這樣子 然後這個山 這個山其實是我小的時候經常去玩的地方 就是黃昏的時候 然後媽媽可能工作完 她就把你帶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這個山裡面有很多的防空洞 這個防空洞 它雖然是個矮山 可是它很奇怪 它剛好在高雄的三個鄉鎮的中間 所以這個防空洞 從某一個洞進去 那個我永遠都記得有個洞 這洞口有個老婆婆 她在賣著 那個那種 你們可能去那種 什麼V級景點 秋冒園之類 那種小時候如果有去過這種地方 她也可能沒有吧 她就暴露我的年齡 就是 就是那種 那叫什麼 罐 比方說梳袍 那種可樂的罐子 把它割開 然後裡面插一支蠟燭 那個阿婆就在這個洞口 賣著這個東西 給想要進去這個洞探險的人 然後呢 我其實從來都沒有進去過 因為我非常害怕 但是我弟弟 或者是我的一些那個朋友 童年的朋友們 他們很 他們喜歡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防空洞 事實上是日本時代蓋的 的一個建築 就是不是建築 就是他們在日本 在這座山的下面 挖了許多的這個洞穴 然後這個洞呢 其實裡面的進去 它不是一個純粹的隧道 它不是一個純粹的地道 它會通到某一些房間 然後可能出來之後 又會通到另外一個房間 然後據說這個 這裡面呢 最長它可以走到 從我的老家是在林園 它可以從林園這個地方 可以進去某個洞之後 會從鳳山的某個地方出來 這是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是我其實 我經常在這幾年 我一直在 我一直想要寫這個東西 當然 這可能不是展文 或什麼東西可以處理的部分 但是我常在想 這座矮山 這座山上面 其實它整座山都是亂葬 就是那種 還沒有 附近還沒有蓋林谷塔的時候 所有的這裡的這些鄉人 他們死去之後 就被 不是丟 就是排到山上去 然後就埋在某個地方 那上面覆蓋了這些 時間的紙坯 可是它下面 下面有一些歷史性的紙坯 我覺得這個隧道 這個地道 其實常常讓我想起 我多年以前住的 那個地下室的房間 那些 那個房間 是如今想來 它有它抒情的 如同你剛剛說的 那個抒情的美感經驗 可是事實上 在經歷過了某一些 比方說 你把這個 那個我說的樓梯給燒毀之後 經歷過了一段的時間之後 它突然變成了一個空中樓閣 是一個沒有東西 它就是不在上面的事物 你在時間裡面 你去尋找那個 剛剛童老師不斷的談論 那個彌賽亞時間裡面 某一些碎片 剪實回來之後 你突然能夠用這些碎片 去重新製作起它的枝腳 然後重新製作起它 通往地底上的 地面的那個通道 這個也許 我就回答了童老師 剛剛問我的那個 是否想要製造自己的樓梯 我大概想要製造自己的樓梯 但是我不想要通到別人家裡面去 可能 對 就是我想要把這個 那些生命當中某一些困惑 那些像問號一樣存在的事物 將它建造起它新的地基 這個地基也許 也許回答一個問題 大概就是那個職任的動作 太厲害了 那我想第一個問題想問一下童老師 你說從火場下來 那很黑暗只能 只能 只能 搭著它無敵下來 那有沒有奇怪 那你怎麼不開手機的 手電筒功能就下來 而且更奇怪 你在中體無所事 怎麼可能 有人無所事 手機拿起來滑一滑就好了 那再來 你看它上面 有火光 那你那第一個動作就是 手機拿起來照相就可以了 那你都沒有這個動作 我想你是沒有手機 那可能你是寫作 或是用手寫 不用電腦寫 但是你後來要講說 你又上 回去用電腦Google那個 你會很奇怪 這樣就合不起來 當然這也許像 以前我聽過黃老師 黃錦珠老師 把你跟另外幾個作家 的作品比較的時候 他一直講到商品以前 那因為我 我是大部分台灣長大 只想過籃球跟棒球 能不能連場賽 也不曉得什麼 商品之間 所以 他當然有解釋過 可是有點 我還是不太懂 你問金老師 解釋說 是不是 你是不喜歡手機 還是怎樣 真的 演老師的話 剛才講 卡歐卡 他怎麼用德文寫 我記得我第一場來聽的話 他在講台語的 他是說 幸好卡歐卡 不是用德文寫 所以他的作品會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像 他用台語寫 所以他們 傳了很久 所以寫得很好 所以他們 不用都會寫是對的 其實我真的想問研討師 就是說 你剛才有講到書寫的技術性 的時候 有講到什麼 古拉拉或什麼 不知道什麼東西 稍微提示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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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就是 是不是 燙手 關手機 我有手機 而且我還蠻喜歡用的 那 您剛說的 那個逃生續支 到晚上的時候 我全都想起來了 我發現我其實沒有那個 那個應該要把 第一動作應該要先把毛巾弄濕 然後捂住口鼻 這些事情都沒有做 然後 其實那個時候是七點 所以其實天蠻亮的 你走到逃生間的時候 你去看著 光是足夠的 但問題在於相反的事情 因為那個煙是白的 那個光是亮的 所以你整個其實眼睛 處於一個非常迷蒙的狀態 不是因為黑暗 是因為光亮 看不太清楚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第二個問題是 商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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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你不考慮 我回去再把那個文章再看 剛才我稍微解釋 對對對 然後我再把那個黃老師文章 可以可以 黃老師那個文章是這樣說的 他把它放在歷史上面去解釋 意思是說 首先第一部分在講 其實台灣從 也許從49年以後 他處於一個歷史意義上的商庭時間 你知道那個 關於中華民國憲法 本文的法統被凍結了嗎 所以因為這個延伸 所以國代不用再改選啊 立委也不用再改選啊 那 因為動員勘亂時期的關係 所以中華可以無限期延任啊 那這邊所謂的歷史上的商庭時間狀態 就是說 中華民國的法統被 供應在整個台灣的這個結界裡面 而在實際意義上面 這個歷史時間其實是已經停頓了的 而他的所有一切都是漫長為了 都是一個漫長的準備 準備什麼呢 準備為了 在一個新的 也許一個時間點上面 譬如說我們環渡南京 然後重新的再把這個已經凍結的時間 這個凍結的封印把它解除 這個時候時間才會合理的正常的動起來 那麼在時間被凍結之後 跟再一次的解凍之前 這個其實就是49年以後的台灣歷史 因為他在一個島上面 負載了這個被宣稱 我們現在暫停的這個中華民國文 憲法本文所代表的法統 那 黃老師常常是從這個歷史脈肉去講 在台灣這個文學場域當中 因為這樣一個凍結的狀態 所發生的特異的文學狀態 比方說 其實正是因為這樣一個凍結狀態 所以按照黃老師的說法 就是馬華文學獲得了一個相對自由的 可以呼吸的空間 那他在這樣一個方式 獲得他能夠在境外發表的一個原理 因為大家都知道馬來西亞的文學 特別是華語文學本身 其實在馬來西亞 因為馬來西亞的國度計劃 事實上是馬來人的計劃 所以他的華語教育什麼的 都會有計劃的被連根拔除 但這些不願意忘記這樣一種 使用語言的方式的 所有這些華裔的作者 當然我們現在算起來 當然從李永平老師、張貴馨老師 一路到那個黃錦書老師 所有這些馬華的作者 他們其實是在 得利於台灣處於一個商品時間的狀態 讓他們保有一個在華語當中發表的原理 那再擴大一圈去講 那其實可以用以解釋 發生在台灣的須須多多的 對於西方現代文學 不管是技術還是創作論上面的轉接 其實台灣的文學 在一個非常特異的品質當中發展了 屬於他自己的反化神經 但黃老師不會用這麼優美的修 文心的修詞 這經過我暖化的翻譯的結論 但你可以說台灣其實就是一個商品動物園 我意思說台灣文學場 他翻譯的那個非常特異的華語現代文學 在華語現代文學裡面有一支叫內向時代 然後有最後一支路歸 像這樣 因為他是在別的文學場域裡面很難掌成的怪物 我永遠記得黃老師 有點太黃了不要說 黃老師說這個西谷就是 那個從 我就是另一種另類的七等生 就是老二沒有那麼大 因為大家知道那個七等生是一個 非常的一個非常大的人 這包含大家的作品裡面 所以我是一個小老二的七等生 那這些 所有這些特異的變種 所有這些特殊的文學觀 他其實只有可能在一個奇特的 被喊停了的文學場域裡面 他才有可能像插枝一樣 就是那個我們做盆栽嘛 老公用插枝一樣 長成了一個非常怪異的花園 大概是這個意思 心正的 這是日文裡面的心 因為我通常 是這場的優離 很好練 很討厭 我要直播給他 就是前幾年的那個 關於散文有一些爭議 然後大家在討論 對散文的 對 倫理上面的一些問題 然後黃老師提了一個論文 因為他其實他早期 他已經做過這個 這個關於散文的研究 滿長的時間 就是 然後他裡面提到的關於散文裡面 應該要有一種所謂的黃金之星 黃金之星 寫散文的人 然後 因為散文是一個 跟自己的生活經驗太過接近的 而裡面暴露的這個我 是一個沒有小說的那種虛構的 虛構的迴入來遮掩他的一種主題 然後作者非常容易的 就可以跟文本當中的 這個這個指稱的這個我給連接在一起 而或者說他就是他本人 那裡面會牽涉到一個 非常文學性的吊詭的地方 就是文學的書寫裡面 勢必他會有他虛構的技術的存在 這是發生在任何一種文類 都會都可能的 都都會的 那散文這個文類最特別的一個地方是 這個虛構裡面 之所以能夠 成立是因為他的背後 有一個這種所謂的黃金之星 這個心來支撐著他 那以至於他的 但是也因此造成他的局限 因為 因為這樣的一種暴露主體的方式 事實上是 是 是 這導致剛剛其實童老師有談到的 關於許多的 散文自己先天上的限制 許多的 許多的命題 許多的一些非常深層的 覆滅的 不一定是覆滅 就是跟人家深層 對 對 非常難去處理 這大概是我的意思 因為時間已超過 只能開到一個問題 最後一位 進去 老師好 就是我想問 首先想問一些老師 就是 我有些朋友在寫作上 他們一直很會去那種 揭露自我 然後我很好奇就是 老師在寫散文的時候 會不會也要克服這種 揭露自我的恐懼 然後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 會不會 然後有些作者他們 他們也可能也不是 應該說會擔憂 有些人 當你揭露自我的時候 有些人會 那種就是 下去看母親的關係 之類的 那會不會在現實中 你會最造的影響 或是有些讀者他們不是 帶著三義去看他 然後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 我最近在看一個電影的時候 就是主角也是一個 文學家 然後下面就有可能問他說 就是 呃 當一個文學家 需要 需不需要成為一個很刺激的人 來跟你自己下去 然後是一個問題 就是 我想問你們兩個 你們覺得是不是要 對 大概就這兩個問題 關於 我的暴露 確實在的 嗯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寫作文是怎麼樣 就是從小的時候寫東西是怎樣 不是寫的東西如果被發現就會立刻 長起來或者是把它乾脆揉爛的 就是 呃 該怎麼說呢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呃 但我覺得你的問題非常的非常好 這確實是寫作文的人 大概會面臨到的問題 所以剛剛才會說 作文有他的 限制性 有他的倫理性 那我自己在出了這本書之後 我一直非常害怕那個 就是 非常害怕我媽會看到 或是某一些人會看到之類的 那 對 所以 所以 不過 這個問題啊 其實 我覺得可能各位在 開始